Google是瀏覽器 Google的瀏覽器 应该慢慢的 会比较多人开始用的对不对 因为有些人智慧型手机也会用 那 到底好不好用 很多人其实Google一开始用 跟火狐一样 那你这么坎用 因为你都用习惯IE的嘛 因为火 火狐也好 IE那个Google也好 打开就只有一个 就这样 打开就像这样 完全空白的 有没有 所以刚刚有个老师问我一个问题 档案下载之后跑去哪里 IE9也是一样 IE9之后现在档案下载 你按了下载之后 他就直接下载 他也不会问你说我要存到哪里 我们IE6 各位可能都比较习惯说 他会问你说要存在哪边嘛 那事实上这个 跟他一样预设都是放在我的文件夹里面也叫download 他现在预设子都在那边 那你要让你的 这个 Google好用的话 事实上我是比较喜欢做一点点小调整 第一个 你们会发现他没有首页 我都有我已经把它打开了 可是他没有首页 好那第二个就是刚刚下载的问题 那么你看一下在这边 这里有没有一个选项 好 点进来 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在显示首页 预设是不开的 所以你看我把它关掉的时候 有发现上面就不见了吗 各位要注意一下 平常我们用IE习惯了 你会想说我就随便玩看看 有没有 就点一点然后再按确定 感到线 Google的 点了就 作用了 没有那个存档 所以你会发现我刚才能按存档 没有对不对 所以你看 打了是不是就马上就作用了 好这个是那更加不一样的地方 好第2个 你看下面这我们刚说 存档的时候 在哪里 在下面 预设呢 这个没有勾 这里没有勾 所以 你变成说他自动下载 那这个位置是在进阶选项里面 好进阶选项里面要把这个打开 这样才会有 好那大致上主要我会调的是这两个 你调完之后像我回首页就很快 还是有个回首页就比较方便一点点 那你这样有了这样子之后呢 你事实上来下面这里看 Google他有 几个地方比较不一样 第一个就是说 他一般他是特别强调什么 速度快 所以用Google的好处是你会觉得速度还蛮快的 但是各位要注意一下 他的快 是基于你的 记忆体多多 像我这台notebook 你看我在考虚拟系统啊 我那个虚拟用还在run 我的是装了8G啦 我桌上有装16G 你会发现为什么要这么多 因为 你没有那么多的时候有时候再跑就比较慢 所以老师跟各位讲 我在家里面那个Google 我都开50几个分页 对啊 反正装的 记忆体多多管他的 对不对 16G平常我大概会用到大概4到8G啦 剩下的我就会给虚拟 有时候虚拟要用的时候 或者是那个 软体比较多的时候他可以run 那事实上我还会做一个就是我把4G拿出来 拿出来做什么 拿出来当做 把 记忆体当做硬碟来用 这样的话有个好处 你刚快取 还有 这个单纯空间的时候我不用写到硬碟 这样会减少硬碟的存取时间 就是我会变快很多 所以你的记忆体够做的时候 事实上 就可以做比较多事情 所以Google这个快事实上他每一个分页都会占大概2-3G 你如果像比如像我们在这边 在这里 你开的分页越多占的就越多 所以你会发现他还是会变慢 还是会变慢 所以这个看你 那 分析在这边 他出了这个分页 我们上次有看过这个Human Body的 一直说Human Body 线上了这个人体的 事实上他上面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网站 应该说还有一个网站 叫Large Document 这个本来我是要给各位看一下 后来没有写到我们简报里面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你要分享档案的时候 你不是用我们介绍的high内容 事实上你也可以用这个 他已经讲到Large Document 对不对 所以你也不用怀疑 超大档案用他就好 很简单 你如果用这个 这个的话呢你点进去之后 你档案传上去 他就给你一个网址 你给别人的时候就给那个网址下载就好 尤其是你档案特别大作 当然前提是 这个档案的 重要性 或者是那个隐秘性 不太需要 有时候你可能传影片 传软体 那我就用这个 因为用他的话 你不用担心说 别人下载不下来 所以你看第1个 就选一个档案传上去 有没有 连注册上方密码都没有 如果你要注册也可以 像我现在装在Google里面 那所以 你其实会有个历程档告诉你说你曾经上传过哪些 假设我没有 就你看 假设我先传一个比较简单的 我们传小一点的 好 就这个 这个很小 有没有一下就传上去了 然后他就问你啊你是要透过Email 寄给人家 还是这个 还是Facebook 如果都不是 就直接扣到剪贴簿就好了 扣到剪贴簿 然后你就贴过去就好了 别人就按这个连结下载 就这样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我那个 移到虚拟桌面 第2个去的 好 我拿到这里来 你看一下 有没有 你就找这个网址你看 不过最好是不要用中文 中文有时候会有问题 那我现在来这边开一个 开个浏览器 这个就是用中文 他就是档案找不到 所以你用英文的 如果 打入这个网址那就直接下载 就这样而已 好当然前提就是你的没有太多重要性的 有些影片 音乐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分享 也是不错的 所以你看我们顺便用到这个还不错吧 更开更起吗 不错 这个呢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的就是你上面可以找到很多 web store 应用程序 好 可以用 那么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通常在用这个Google的 跟火狐 我通常会加上这样的东西 叫做附加元件 也就是说他的功能 有一些不太足够的 我会透过这个方式 帮他加强一下 事实上 他的这个分页浏览 我们在Google虽然看起来也不错 对不对 我觉得蛮方便管理 可是 他有个缺点 就是说 你在做这个分页管理的时候 他比较逊一点点 火狐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所以 给各位的那个呢 我有帮你装 我有装两个而已 一个就是那个 下载YouTube的 另外就是现在这个 那你看一下 我在这里 我有帮各位装这个 装这个要干嘛呢 我点开给你看 你看 我们在这里 我在大中国中的时候用的 比如说像老师有时候 怎么会需要 我在家里面 备课的时候 我就先把那些网站怎么样 都打开 比如说我今天上课我要用到六个 我就先把那些打开 那我 如果你用可欺式的 我就放在学生别就好吧 我到教室的时候 当我打开浏览器 我就可以 把我在家里面 设定好了 一打开 这六个我就不能再找 比如说要什么搜寻 啊 怎么没看 我找不到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找不到 对不对 像我刚 Tim Beaver 打错了 如果你没有注意到 奇怪怎么不见了 那你还要搜寻你去找一次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里 我今天想要恢复这个 比如那时候我用六个 好我就把它打开 restort 就回来了 这六个就回来了 信就不要看了 然后 有没有都回来了 是不是很简单 对不对 这个是它的分界管理 所以你可以像这样 那 当然如果万一 今天 比如说你看我们今天12号的 有没有它也把我留下来了 它会帮你先在左手边先留一段时间 如果你想要把它存下来 可以按一个save 这样就永久保存 因为你的记录总是会留在时间而已 所以像这样的对我们来说就很好用 你可以保留下 那下次怎么还原就很快 这个是 我有帮各位装的这个session 所以我们在用这个 这个Google大概主要会用到这几个功能 那么最后一个我要介绍 也是火狐有的 是什么呢 他不错啊 他把它翻做无痕视窗 你看3M有没有那个无痕的 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用的 不是自己的电脑 但是你又没有带随身碟 你又没有带这个可惜式的版本 那你要上网要不要借用他的电脑的IE 或者是他的那个上网 那 有时候又难免要输自己的上号密码 对不对 或者你有些网站不能 闭管 不知道 你不能留在那 对呀 不要闹 用无痕的 传过水无痕 就是他不会留下任何记录的 所以 您可以看一下 在这边 万一你有需要这个功能的时候 从这里 工具这里 有没有叫无痕自操 点进去这个他告诉你 你在这个电脑上的 所做的事情 我都把他做记录 就这样 因为有时候确实需要 尤其在哪里 公众电脑上 对不对 各位你不要忘记了 现在有很多东西 不太适合 因为网络上 有连线的 好 再有连出去的 都很多机会 泄漏你的资料 对不对 所以 尤其你要登入帐号密码的 最好就是 可以用这种无痕的 那么我们用火壶也有 火壶他不叫无痕 他叫做隐私浏览 在工具里面 好 在工具里面 所以呢 这个地方 您如果是进到这个火壶 他在工具里面 有没有叫隐私浏览模式 但就不会帮你做那些记录 这样子 好 商业的不同 但是功能是一样的 这个是我们在 这个浏览器的部分 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谢谢